他们没有注意到整个中国的这种人口消费经济增长 年轻人的这种我们说这种问题正在逐渐的这种发酵 最近呢有一个词呢我觉得是特别的火的 在年轻人的口中呢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性价比的这个词 当然这个词呢其实呢应该说已经火了一两年了 甚至我们说两三年了 大概呢我去问了一下年轻人 追求性价比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可能从2018年之后呢就已经开始表现的比较明显了 只是在今年呢用我的话说呢 有几句话呢特别的火珠圈 不是1500的鞋穿不起 只是300的更具性价比 不是3000的羽龙服这个穿不起 可能这个50的军大衣更具性价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年轻人呢目前在社交平台或网络上 甚至开始主动的展现自己的这种性价比 并且呢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看很多的消费市场上 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性价比上曾经出现过了很多的梗 比如说一个花西子等等 那么这种转变呢很多人自然而然呢 我们说会去跟隔壁的日本当年经历过的 我们说这种经济繁荣过程中的这种极致的消费主义 我们说这种刹那主义 往低欲网社会转变去做这个对比 但是我想说呢实际上性价比和低欲网还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准确说呢性价比是我们说整个这种消费环节 从极致的享乐主义 刹那主义过渡到我们说这种低欲网环境中的过渡的那一环 那一环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追求性价比 怎么去讲呢 也就是说作为主力的消费者或者说主力的消费的这批年轻人 在当前的这个环节下呢 他其实还是注重我们说这种生活的品质的 那主义他不会去真正意义上的牺牲他的生活的品质 但是呢我们说由于整个这种外围的环境的改变 经济的环境的改变 高增长的环境的改变 繁荣的逐渐的我们说这种减弱 那么使得他的预期开始发生了很多变化 他对于自己的财富增长的预期 对于自己收入的预期 其实在此时呢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变了 但是呢他仍然不太愿意去 我们说彻底的想明白 去放弃自己的这种 我们说这种精致生活的这种理念 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呢 由于钱包子肯定不够了 钱袋子不够股了 但同时呢又对品质生活呢 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那此时在这个中间环节 就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说当这个性价比进一步的往下去延伸 它甚至会成为一种消费的理念 而这种理念逐渐的深入到骨髓 那么很多人会逐渐的放弃这样的一个品质生活 甚至去放弃这种没必要的肉体生活 在精神领域中会追求更多 也就简单讲 消费也好 生活也好 更多的会是让自己的快乐 而自己的快乐呢 也不一定需要通过买买买买买买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 那么可能更多的在一些精神领域中间 可以满足自己的愉悦性 此时你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年轻者 会逐渐的转向这个淡化自己肉身的这种品质生活 逐渐的过渡到对于精神的这种追求 这个阶段中 我们说整个这种环境就会真正一场的转变成 我们口中讲的第一欲望的环境 所以当前呢 当这个今年或者这两年吧 评价比的这个词活跃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非常的这个警惕的 也就简单讲 如果让这种环境 我们说钱包子无法鼓起来 这种预期的这种环境 收入增长预期的环境 我们说对于财富追求的这种环境 如果无法及时的这种摆脱 那我相信按照这种经验的话 就很容易的过渡到 这样的一个低欲望的这个环境 在过去呢 我们说这个消费主义 其实跟经济的大繁荣呢 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在这个 我们说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日本 还是说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的中国 其实本质让你会发现 所有的商家 我们说零售的商家 消费消费消费的这个生产者 其实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消费升级的路径 去设计 去架构 去营销 去布局 去宣传的 它其实充分的营造了一个 我们说精致生活的这种环境 那很多的年轻人呢 其实多多少都掉进了这样的一个 消费主义的一个这个陷阱 当然了 我们说在这个陷阱中间呢 如果你的收入在增长 你的收入预期在增长 你甚至包括你的身边的这些资产价格 在这个增长 它其实呢 都会使你感觉不到 自己已经深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些极致的 没必要的这种消费理念就会产生 比如说穿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开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的车 或者说我们说不求最好 弹球最贵 这样的一个段子的这种风靡 其实本质上来讲都是消费主义 我们说在各个方面上包围着 我们说年轻一代的一种体现 但是呢 随着这种经济繁荣的高潮的这种减弱 我们说其实这两年诞生的这样的一个 不是什么什么穿不起 不是什么什么买不起 不是什么什么用不起 只是什么什么更具性价比 这样的口号 我们说诞生出来 甚至我们说风靡年轻人的这个社交圈子 其实都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 在当下呢 我们说年轻人可能还在追求着自己的这种生活品质 但是呢 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理解在追求品质的角度 可以称之为还叫消费升级 此时呢 我们说会给很多的这个厂家的一种迷惑 消费者呢 可能还是有消费能力的 但是呢 他对于产品的性能的追求 可能是特别的在注意和这个在意的 所以此时的很多商家 他们还以为我们处在一个 这种消费升级的一个过程 因此会投入大量的这种精力 去提高产品的这种性能 但同时呢 他们也会发现消费者是越来越 我们说这个叫精明了 精打细算了 他们会不断的进行产品之间的这种对比 他们会在性能和价格之间选择这种追忧 不再像当年那样子无脑的买买买买买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好不好不重要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那个年代已经过了 现在的年轻人士又求最好 还得不能贵 其实对于商家来讲 这两年我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了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社交媒体 无论是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等 你会发现这两年滋生了大量的什么东西呢 测评人 比如说汽车 我们有车评人 这个3C产品呢 我们有电子产品的这种博主 化妆品呢 我们有美妆的这些博主 那这些博主究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服务呢 这一点其实大家并没有注意到 其实它跟性价比这三个字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当我们的消费环节 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环节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的年轻人士需要大量的这些人士 给你一种我们说叫数据也好 测试也好的一种支持 来证明这个产品具有性价比 但是其实这个事呢 对于厂商来讲是很难过的 为什么呢 一方面呢 需要用比较多的这个成本 去把产品做得更加的精细化 更加的我们说符合消费者对于性能的这种需求 但同时他会悄然声息的发现 这种竞争是极其残酷和剧烈的 并且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溢价是越来越低的 其实此时商家必须要意识到 我相信大部分目前的可能厂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此时你必须意识到 这可能是整个所谓的消费剩级中间 已经发生转变的一者 它的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如果整个这种大的宏观环境 如果年轻人的这种收入的增长 注意啊 它的收入的增长 财富增长的预期 不能够及时的扭转 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环境不能够让它产生 我的未来还是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的 我的未来还是可以存下更多的钱的 我的未来财富还是可以更高更快的增长的 如果它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预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消费理念会逐渐的固化下来 甚至发生进一步的这种演变 而下一步的演变将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低欲网环境 此时你会发现呢 作为厂家 即便是具有这种极致的性价比 可能都无法真正意义上去催生消费者的这种需求 我们说你会发现呢 一些低价的 我们说生活必需品 我们说足够满足他的这种年轻人的肉体的需要即可 在这个环节中间 他们甚至不认为 我们说性价比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需要的 有即可 下一步呢 再往下呢 就会转化成什么呢 再往下兴致就会转化成对精神世界的这种需求 所以我们看日本的整个消费 在性价比的过程中的末端 逐渐的无论是优衣库 711 全家罗森 这种类似于卖便当的 类似于我们说 电力店里边的这些利口酒 都逐渐的 比如说利口酒逐渐的替代了很多的居酒屋 便当呢 逐渐替代了很多日常的这种吃饭和消费 我们会发现呢 优衣库逐渐的替代了你日常的这种穿搭 甚至我们说有人会去吐槽 比如说这些比较价格比较低的 这些服装 没有设计感呀 没有美感呀等等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 可能会说一句话 无所谓不重要 我需要的是第一呢 足够便宜 第二穿着舒服就可以了 消费变成了一种 我开心既好 我感觉不错就可以了 甚至我们说 对于价格已经变成了 都不用去谈高性能 可以带来一定的一价 不存在 对于它来讲 性能让度于了这种价格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才会真正意义上进入到 消费降级和低欲望的这种环节 从今年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过程中 我想说的是需要密切的留意 很多商家的这种战略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前几年在谈论到 我们说年轻人逐渐转变的 这种性价比的时候呢 很多人曾经认为 国潮会即将崛起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去提到过 关于国潮崛起的这个逻辑 但是这两年呢 我们说很多国潮品牌 甚至我们说国产品牌 在整个商业战略中 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些问题 那么国产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打的口号是什么 比如说几年前的这种服装类的 鞋帽类的 几年前打的口号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些国产品牌 不能够做到像阿迪耐克一样 高溢价呢 于是他就发现 我们就发现了 他开始大规模的涨价 这其实就背离了你的初衷 你的消费者 有人说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中国品牌 为什么不能够去卖 这个1500 2000呢 这样的一个情感牌 其实在当前的这个消费环境下 是绝对的错误的 就像今年年轻人怼回去的 那句话就是 我不管你是什么品牌 对吧 1500我不是买不起 但是300 我认为它具有性价比 其实这个过去两年 在商业战略上 犯了这种错误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在资本市场上 这种表现 实际上市场已经用脚 投出了这种票 当然了我们说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领域 比如说3C领域 甚至包括汽车领域 我们说似乎正在走 过去几年在服装 鞋帽这些领域中的 国产品牌的一些 不用我的话说 实践已经证明了 有问题的商业战略 他们没有注意到 整个中国的这种人口 消费经济增长 年轻人的这种 我们说这种问题 正在逐渐的这种发酵 所以说性价比到地域网 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正处在 当前中间重要的 转折的一环 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无论是生产厂家 投资者 或者是消费者 可能都需要细细的去进行品位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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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